听众朋友好 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 《穿透阴霾的舞蹈》 演播雪莉 八月底 社会混乱达到了顶点 人们被随意拖曳和袭击 理智的残余似乎被彻底抹去 社会陷入了疯狂之中 我那天从舞蹈学校出发回家 天气炎热潮湿 匆忙中听到微弱而不祥的鼓声 预示着红卫兵即将手持红宝书 涌上街头 这本小书是由国防部长林彪编写 带有塑料封面 便于随身携带 内涵毛泽东的语录 红卫兵们人手一本 将其视为革命精神的象征 并且强制要求每个人都随身携带 不遵守这一规定 被视为对毛泽东的背叛 拒绝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构想 后果不堪设想 当年轻的革命者们开始涌上主干道 命令每个人都要捍卫毛主席并加入革命时 我也紧握着红宝书 暴力很快就开始 红卫兵们随意抓住无辜的人并开始殴打 为了自身的安全 我尽量避免引起注意 目光迅速一开 匆匆赶向公交车站 希望尽快脱离这种疯狂 到达公交车站时 交通已经完全瘫痪 红卫兵们登上公共汽车 寻找违反毛命令的乘客 检查他们头发的长度 鞋子 衣服 以及其他被他们认为违规的物品 然后他们开始责骂和殴打乘客 实施他们的法律 他们从座位上拽下受害者 迫使他们爬上临时搭建的木质平台 羞辱并鞭打他们 为了增加痛苦 他们用黄铜腰带扣殴打受害者 给他们戴上白色的高帽 在脖子上挂上大字抱 进一步羞辱他们 街上的人们开始停下来凝视 不久之后 他们嘲笑和鼓励袭击者 仿佛他们是英雄一般 谴责受害者 仿佛他们犯下了无可挽回的罪行 这些暴行令我震惊 我感到羞愧 因为我不得不忍受 并目睹这些卑劣的邪恶表演 我转身回到舞蹈学校 但那些受害者的无助形象 一直在我的脑海中 那天晚上 那些谴责性的话语 在我脑海中回响 我重新审视那天的事件 这些噩梦一直困扰着我 受害者的绝望尖叫声 他们脸上的恐怖表情 以及他们的鲜线在我脚下流淌的场景 第二天早上醒来 我的房间里一片死寂 令人害怕 在那一瞬间 我觉得过去几个月的事情 好像从没发生过 但是床边的海报和墙上的涂鸦提醒我 一切都真实存在 革命正在进行 我的生活 不知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暴力不断升级 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渐心来找我时 我们一起目睹了许多这样的事件 我们冒险离开学校 想找到远离革命中心的地方 我们到处看到 被绳子勒住脖子的人 他们被红卫兵拖在街上 哭喊尖叫 气球怜悯 红卫兵无视他们的痛苦 叫他们资本主义恶魔 说他们活该 那些走不动跌倒的人 会被踢 被踩 有时直到失去知觉 我看到过有的人 脸辫紫 眼睛突出 显然是被勒死的 还有一种常见的场面是 公开批斗 受害者戴着 写有名字的白色高帽 被迫游街 他们脖子上挂着重重的木板 走路时被迫低头 双手向后抬起 就像坐喷气式飞机 人们围着他们 伸耳光 吐口水 嘲笑 直到他们被带到所谓的批判大会现场 到了现场 他们被命令爬上木台 然后领导开始宣读他们的罪行 这些罪行通常只是 红卫兵认为他们没有支持革命 或是妨碍了毛泽东思想 其他罪行包括 拥有1949年前的书籍 或者是知识分子 当时 知识分子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 罪行宣读完后 受害者有短暂的时间认罪 如果他们抗议或自辩 就会遭到更严重的虐待 折磨一直持续 直到他们认罪或被打昏 可悲的是 这些场面变得如此常见 我看到时通常会转头回避 赶快逃走 我还试图让自己相信 使受害者的行为激怒了红卫兵 从而安慰自己 但有一天早上 当我和建新经过天安门广场时 一场恶毒的攻击 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天早上 气氛显得比较平静 当我们在街上漫步时 一名走在我前面的女子 突然被人从人群中拖了出去 你为什么穿高跟鞋 一名红卫兵吼道 一边用厚皮带抽打他 然后抓住他的头发 其他人也加入了这场虐待 迫使他跪下 扒掉他的鞋子 扇他的脸 踢他的头 你以为我们不会注意到吗 红卫兵们喊叫着 用拳头猛击他 不停地踢 直到他倒在一片血泊中 红卫兵们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满意 走开时高声谈笑 他们不在乎他的伤势 也不在意他的羞辱 更不在乎他是生是死 他们只关心对毛泽东的忠诚 和对所谓罪行的扭曲执行 可悲的是 周围的观众也显得无动于衷 他们的笑声和鼓励 让红卫兵继续攻击 而其他人则默默站在一旁 也许他们对他有同情 但他们清楚 如果敢帮他或表示支持 自己也会被殴打 甚至杀害 那天 当我看到那名年轻女子 在街上哭泣时 我被震惊了 意识到 自己和他一样脆弱 一样容易受到攻击 我感到极度恐惧 回到舞蹈学校后 我赶紧从抽屉里 扯出我的衣服 把床底下的鞋子都拉出来 摧毁所有 有一点西方风格的东西 然后 我拿了一把剪刀 把耳垂以下的头发 全部剪掉 让我的发型和红卫兵一致 那件事情发生后 我尽量待在气氛相对文明的学校里 但即便如此 随着学生对教师的蔑视加剧 情况很快恶化 为了确保每天批判教师 红卫兵安排几个小时 让学生们写大字报 批评所有的教师 大字报被贴在墙上和天花板上 供大家阅读 每天都会定时举行批斗会 所有学生和助教都必须参加这个仪式 批斗会通常从宣读教师的罪行开始 被批斗的教师被招到房间前部 接受无情的批判 并被要求认罪 如果他们否认或不认罪 就会遭到痛斥和殴打 但即使认罪 也会有类似的结果 教师们无法摆脱惩罚 更糟糕的是 这些所谓的罪行 通常是学生和助教在压力下捏造的 因为我的身份 我也面临额外的压力 如果我每天没有写出批评意见 就会被认为是在支持教师 遭受同样的屈辱 这让我非常害怕 我知道 无论我写什么 这些老师都会受到惩罚 因此 为了自保 我趋于压力 写了一些恶毒的话 贴在墙上 并祈祷 有一天 这些教师能原谅我 在那些日子里 我唯一的安慰是 尽力以最正面的角度写批评 而且当教师们被带进教室时 我也尽量谨慎地表达支持 但即便如此 我的内疚感依然无法消解 每晚都困扰着我 当我躺在床上时 我会听到他们的哭泣声 我经常想 毛泽东是否知道 红卫兵们以他的名义 犯下的这些可怕罪行 李智告诉我 他知道 尽管对此感到不安 但多年接受的洗脑教育 让我觉得 应该尊重并遵循他的命令 相信 无论他支持红卫兵的理由是什么 他的行为都是合理的 听众朋友好 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 穿透阴霾的舞蹈 演播 雪丽 1966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 红卫兵们扩展了破四旧运动 同时加大了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他们把全国人民当作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 红卫兵们大规模地组织起来 强行闯入居民的私人住宅 粗暴地对待居民 搜查他们的财物 砸烂并焚烧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他们的军装和红袖标 成了肆意伤害他人和毁坏物品的许可证 他们在社区里制造恐慌和混乱 这让普通民众感到恐惧 因为无法躲避红卫兵 也没有地方寻求安全或法律的保护 无助的民众不知道哪些物品是安全的 所以他们毁掉和藏匿任何可能引发争议的东西 在北京 数百万红卫兵肆无忌惮地惹是生非 他们刺耳的叫声和震天的锣鼓声 在胡同中回荡 警告大家 他们就在附近 随时准备入侵民宅 审查搜索 并使用他们的虐待报复手段 和很多人一样 妈妈烧毁了很多家里的贵重物品 比如古代艺术品和书籍 这些都是家族的传家宝 为了保险 妈妈把她和奶奶的所有珠宝都埋在院子里 她还剪掉并销毁了我们的彩色衣服 包括她和奶奶一直保留的昂贵的外套和连衣裙 奶奶甚至烧掉了她从父亲那里传下来的家庭相册 她的父亲曾是清朝的高级官员 尽管妈妈相信自己没有违禁物品 但她仍然担心家人的安全 她把我们打发到附近的公园 主妇我们待在那里 等红卫兵离开后再回来 然后她把七十多岁的奶奶带到房间里 坐在窗边 而妈妈自己则蜷缩在庭院的防护墙后 等待不可避免的抄家 妈妈注视着庭院大门 希望红卫兵能侥幸绕过她的家 她聆听着自己快速的心跳 盯着墙上的时钟 每当老房子发出吱吱声时 她都会打颤 那毁灭性的时刻终于来临 带着红卫章的红卫兵冲破大门 妈妈躲在房间门后 不敢动 也不敢呼吸 她默默地祈祷 离开 拜托 离开 但红卫兵没有离开 反而砸门并吼叫 开门 开门 老太婆 我们知道你在家 我们是红卫兵 我们在清除四旧 妈妈赶到门边 还没来得及开门 红卫兵就强行闯入 这些厚颜无耻的流氓 好似一群土匪 妈妈因恐惧而僵住 只能任由他们摆布 并开始啥气 别想博得我们的同情 一名年轻男子看到他的痛苦 大叫 一个红脸女红卫兵 其他人开始在房子里翻查 扯下窗帘 撕掉床罩 把床垫 靠到墙上 把所有的衣服 都扔到地上 砸碎家具 摔碎 他们认为是古董或颓废的盘子 当他们对自己的破坏感到满意 聚在一起检查发现的东西时 他们发现了一个小纸箱 查看后得意地大笑 转向妈妈 你是毛泽东思想的叛徒 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 一个看起来是领导的年轻人 向他冲过来 这是什么 他吼叫道 把纸箱推到妈妈面前 从里面掏出一双 绿色高跟鞋 很不幸 这双鞋被塞在床下 妈妈在清理的时候 没发现 我不知道有鞋在那 妈妈喃喃道 希望年轻人能看出她的诚实 给她一些宽容 但对方没有同情 反而愤怒地扑向她 拿起一个玻璃杯 砸在地上 几秒钟内 她的同伴们冲向妈妈 猛烈攻击她 跪下 他们命令 把妈妈推倒在玻璃碎片上 拉她的头发 扭她的脖子 扇她耳光 踢她的肚子 直到她呕吐 他们还命令妈妈 当场毁掉这双鞋 妈妈手头 没有任何工具 只能用手撕 牙咬去毁鞋 极尽羞辱 当他们认为 妈妈受够了痛苦 便心满意足地 收集家中的所有财物 用车运到外面焚烧 妈妈躺在地上 身体疼痛难忍 但她保持沉默 等待红卫兵的喧嚣和罗声 渐渐远去 然后她艰难地站起来 召唤奶奶到她身边 把玻璃碎片 从膝盖中拔出 包扎好伤口 走到外面 看看是否 还能从灰堆中 找到任何可用的物品 当我那天早晨 晚些时候回家时 我震惊地发现 妈妈正跪在地上翻找着 她双手流血 脸上被煤烟熏黑 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她疯狂地翻茧灰烬 我大喊 你很痛吗 没有 妈妈无力地回答 我只是擦伤了 流血了 被羞辱了 但这些伤口会愈合的 为什么红卫兵会攻击你 你没有任何代表 伺旧的东西啊 他们发现了这些 妈妈低声说 将一双鞋子 从冒灰的灰烬里 拽出来 当我仔细看着 被烧焦的鞋子残骸时 惊讶地发现 那是我的鞋 是我在国外演出期间 买的高跟鞋 我在文革开始前几个月 从舞蹈学校带回家 后来忘了 他们还在家里 对不起妈妈 我愧疚极了 抽气地说 我们意识到 鞋子在那儿 别哭 妈妈哽咽道 红卫兵决心找到一些东西 如果他们没有找到鞋子 就会一直搜查 直到找到别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活着 那天晚些时候 当我沿着胡同漫步 看到红卫兵留下的 满目疮痍时 我感到无比的愤怒 到处都是冒着浓烟的庭院 以及庭院里 财产被掠夺和损坏的痕迹 无辜的受害者们 无处求助 只能自己包扎伤口 为失去的家族遗产而悲伤 他们坐在灰烬中 大哭 那些曾经给他们庇护的大门 也被打破 涂上红色油漆 宣布住户的可耻罪行 庭院大门内的屏障 罩壁还在 那是辟邪的墙壁 用来防止邪灵入宅 也将每个庭院的居民与外界隔开 但在那一天 这些代表中国古代传统 庄严矗立了几代人的墙壁 却无法抵挡红卫兵的残暴 他们被猥亵的涂鸦和革命性的口号覆盖 表明过去被珍视的一切都注定要被摧毁 在距离我家几栋房子的地方 住着一对老年夫妇 我经常经过他们家门 欣赏春天伸出墙外芬芳的丁香 以及秋天盛开的菊花 那位老夫人经常站在罩壁前面 当我匆匆赶去学校 或从学校赶回时 她总是好奇地 通过门上的半月形窥视孔 看看我 她从未和我说过一句话 但我可以从她满是皱纹的眼睛里 看到她的寂寞孤独 那天 他们也没有逃过红卫兵的暴怒 当我从他们家的门口走过时 看到大门被打破 我走进庭院 绕着罩壁向里面张望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神秘的老夫人 她显得心神不宁 正试图安慰她的老伴 红卫兵现在已经离开了 她温柔地说 用一条破烂的毯子 抹起丈夫颤抖的身体 擦干自己的血和泪 感谢神明保住了性命 在那可怕的一天之后 北京各地社区中经常发生袭击事件 随着毛泽东继续敦促红卫兵进入北京 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 1966年的秋天 毛泽东邀请全国所有的红卫兵访问北京 并向他们提供免费交通 免费食物和免费住宿 最终 数以百万计的外地青少年涌入北京 只未能见一眼他们崇拜的领导人 他们经常聚集在天安门广场 一边挥舞红宝书 一边反复高喊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是我们的红色指挥官 打倒资本家 让反革命分子害怕战斗 我们将誓死保卫毛主席 这些口号在广场上回荡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热情洋溢 然而他们的狂热背后 是无数家庭和个人的苦难与破碎 在这些大会之后 红卫兵会分散到街道上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都会造成破坏和混乱 许多人继续恐吓当地居民 其他人则破坏公共区域 并毁坏古迹 一小群更激进的红卫兵 甚至企图改变法律 其中一个荒谬的例子 就是他们试图改变交通红绿灯系统 这个行动基于一个扭曲的理论 他们认为中共旗帜的颜色是红色 象征着革命的前进 因此红色交通信号不应该代表停车 于是他们决定改变交通信号 红色表示可以通行 绿色则表示需要停车 可以想象 这给公交车司机 行人和骑车人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通常由于不知道或忘记 交通信号已经被更改了 交通事故频繁发生 在这期间 愤怒的红卫兵站在十字路口 大声命令他们遵守新的交通信号 经过几天的混乱和随之而来的执行失败 红卫兵放弃了这项不明智的努力 转向其他事情 许多红卫兵希望能见到毛泽东 于是他们在北京市内游荡 寻找受害者随意折磨 其他人选择通过旅行来宣传革命 并传播毛泽东的思想 因为政府继续支付他们的全部费用 他们像名人一样受到优待 被给予优先权 甚至高于军队 这无疑助长了他们的自负 加剧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 他们成群结队地出行 仪式般地挥动红宝书 以毛泽东的名义 迫害更多的受害者 摧毁艺术品 焚烧书籍 扣押并烧毁乐器 砸碎寺庙 并破坏公共财产 所有这些混乱 最终对毛泽东有利 这让他完成了自己所有的目标 他拥有了一支 不惜一切代价 效忠他的军队 他们愿意做任何他要求的事情 他们扰乱了整个国家 帮助他趁机进行党派整顿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 长篇传记小说 穿透阴霾的舞蹈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